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我叫劉逸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眾恩堂 我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身為網上媒體 門徒的作者 我在首篇的文章 已經說要放棄特權的實籍 不能夠侍奉上帝 又要侍奉馬門 首先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而選委會 其實都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教徒以基督為元首 並不是地上的君王為首 如果明年特首選委 只有建制派的人參選 我實在容忍不了 自己投給一個選舉的機器 如果真的投給建制派 我對不起神 對不起人 因為我在不義之中 無法作嚴作光 最後我懇請其他 已經報了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的人 響應門徒的呼籲 參加黃絲帶行動 一起告訴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會淪為選舉機器 助奏為虐 多謝 大家好 我是謝詠文 來自宣導會會幕堂 今次我參加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是為了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 因此如果我抽中成為基督教選委 將會提名非建制的候選人 現在投票的時候 我將投下白票 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希望自同道合的你 如果都成為這個基督教選委 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我是黃美鳳 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社會目的幹事 在這裡呼籲 我們為基督教選委 在公佈名單之後 如果是建制派當道的 我們就立即投白票 杯葛選舉 我們是應該要棄席的原因是 我們不應該為特權小圈子選舉作背書 現在我們基督教選委 這一種的參與是支持了特權階級 所以我們應該勇於 和無權無票的人同行 在權力和秩序 應該要為公義而服務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應該是捍衛公義 反對小圈子特權 而我們更加不應該為政府 去做協調的工具 或者是維持這個政治的特權的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投白票杯葛 大家好,我是散後基督徒 盼望行動的黎偉賢 如果你們又是這麼幸運 被抽到成為基督教實席選委的其中之一 我希望你們能夠投白票 以示對這個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我是雷志恆 是彌地基督徒的社工 在這裡呼籲基督教選委抽籤的參加者 在明年特首選舉的時候 就投白票 我們基督徒應該率先放棄這些特權 去杯葛今次的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去杯葛這些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率先放棄這個特權 透過投白票 亦都避免有政治分贓的嫌疑 我們基督徒一起努力 去杯葛今次的選舉 去張顯慎的公義 好了,回來第二節 今節就交給Ernest你 講一下一個題目 也是最近說立法會 你說吧 好,謝謝Helry 這個禮拜除了基督教選委投白票的行動 是比較有興趣之外 原來青年新政梁仲恆議員 和柳慧晶議員 被律政司司長DQ立法會議員之下 這件事都挺轟動的 DQ了就暫時可以說他議員呢 其實他們兩位在前個禮拜 在立法會宣誓的時候 梁仲恆就把中國讀成支那 柳慧晶的誓詞裏面 就出現了類似粗口的字眼 We fucking China We public China 如今一如所料 建制派在報章已經發聲明 日以繼夜鋪天蓋他們攻擊兩個人 原秋蔣賴雲和其他36位的建制派議員 是要求他們道歉和收回言論的 也批評他們是漢奸賣國賊這些字眼 甚至謝偉俊已經率先發起一個行動 叫做寧可留會不可辱華的行動 最終這個星期三 上個星期三 今天是星期一 麻煩你 他們已經自制留會 可謂民所未民 這個厲害了 通常建制派罵非建制派拉布就厲害 或者想拉倒立法會就經常罵 自己留會 我真的第一次了 真的第一次了 這件事其實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就是在特區政府和一眾建制派議員的心目中 他們育華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呢 究竟育華是否單單一個人用口說一些侮辱中國人的字眼 就叫做育華呢 當柳慧晶議員舉起《Hong Kong Is Not China》 還未是議員 還未宣誓 說錯了 不好意思 當柳慧晶舉起《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時候 陳迷安秘書長就說他不能幫他監製 令到他合理懷疑 令到他所宣誓的跟內容不符合 重點就是合理懷疑這四個字 跟我們香港人說的就是 只要局官對你有懷疑 已經變成不合法了 Harry 我想問問你 其實《Hong Kong Is Not China》 按你英文 按你對這句說話的理解 你覺得有沒有不妥呢 這句說話 沒問題 剛才也說了《Hong Kong 和《China》 已經是兩個不同的字 《Hong Kong 和《China》 無論地理上都是不同的 當然不會是不同等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買東西都是用港幣 不是用人民幣 我們交稅給政府 我們不用交稅給中央政府 所以其實這句說話 其實真的沒有不妥 而且他們兩個人沒有說 《Hong Kong Is Not Part Of China》 但請大家明白這兩句說話是不同的 何年山在10月19日《立常新聞》內 發表了一篇文章 《毅善愛國者的辱華論》 《毅善愛國者的辱華論》 他那篇文章就是提出了一個重點 就是《毅善和泛道德化》這一個重點 他指出這一批所謂《愛國愛港》的議員 其实只是懂得把焦点放在疑似粗口字上面 对于一个更大的邪恶的中共政权 他们选择卑躬屈室和仇物应对 举个例子很简单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十年浩劫 就是已故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发起 他就大搞人民公社大躍进等等 令中国国内几千万人因为饥荒而死去 他更加甚至更动员全国成千数万的红卫兵 去巡能阶级斗争 去针对一些知识分子 当时很恐怖 那时子女、学生是可以批斗他们的父母和教他们的先生 文革造成了人流关系造成生命的影响 今年适逢文革五十年 到今时今日为止 官方其实都没有一个好好地对人民 特别是一些深受文革违害的人 说一句道歉的说话 现在中国人下一代 已经基本上不知道有文革这件事了 当建制派事意挑起二战时期的民族仇恨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没有谴责过 内地政府没有违法到文革而道歉呢 先问一问 二战时期的民族仇恨是指什么 这个需要解释多一点 这个是因为当时日本人打中国人 在中国除了杀了很多人之外 他们也用一些武力性的字眼去武力中国人 这个就是涉及到国家的民族仇恨 这种民族仇恨也激发起抗日的士气 这种民族仇恨最终都打成仗的 即是仇恨 正如刚才提到 他问到建制派有没有谴责过 内地政府当年无谓发动文革这件事去道歉呢 一个当权者为了权力去带搞一些政治斗争 结果饿死被批斗死的人 其实都很难计算 计算不了多少个数 好了 我也很想知道一件事 究竟发动文革是不是欲华 是不是卖国的行为呢 刑复增有一篇文章叫做欲人与字母 刑复增是谁 刑复增是神学院的教授 不是教授是院长 麻烦你读一读 有两条的问题可以读出来 给大家参考一下 高干口吕 杂骂美国霸权 反共反华之心不死 为何却千方百计将家人子女送到美国 多少中国妈妈为了给子女取得一本外国护照 不作中国人的孩子 是谁不尊重共和国的护照呢 号称为人民服务以解决温饱权为成就的人民政府是缺好的 为何竟重用问题食物 毒奶粉于不顾 到底是奥运金牌及航天成就重要 还是底层人民的需要与尊严重要 如果国势优先于民生是谁屈辱了谁呢 没错了 这篇文章有很多问题 问有些反思的问题 其实也想带出 原来中国人口中的爱国 带他们的子女不惜一切 是用了一本外国护照的 他们甚至买东西去消费 其实都是会去其他的外国 例如美国、日本去消费的 其实想说的是他们爱国 他们说不说爱国呢 这样的行为 这个我们看看很多自由行 前几年来香港制造很多不便 由赖史赖尿都知道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香港人应该都很清楚 现在人们就会说 梁仲恒、游慧晶两个 真的说了一些没中国人的说话 我批评他们有什么不对 我同样可以批评内地现今种种的 法制问题、人权问题等等 我在这里的重点就是想说 这种是盲目爱国、是非不分 这些建制派对于今天共产党做过的 恶的事 其实一句都没有批评过 不单止这样的 正如建制派 每一天都批评中 法民拉布、留会等等 前立否议员黄国卿 都直指只要停止拉布一天 被浪费了的255万元的公帑 就可以换16万罐午餐肉 或者12万罐豆豉粮鱼 我想问你们上次开会的时候 你们玩留会了 接着就向传媒打咪 就说我迫不得已 我没办法才这么做 我想问一件事 为什么你们在立法会选举 拉票的期间 是这样强调反拉布保盟生 而且不要忘记 因为你们的拉布 你们今次的留会 原本19号的会议里面 有六项口头质询 和一项的动议 没办法完成到 包括许智峰议员质询 选举安排混乱的问题 第二 梁耀宗议员质询电视台首语翻译的问题 第三 陈淑庄质询中环田海发展的问题 第四 胡志伟议员质询流域防火设备的问题 第五 梁仲恒质询档案保存及销毁的问题 最后就是朱凯迪质询土地发展摸底方面的问题 一个动议就是 林卓廷动议用权力及特权条例 调查廉政公署的人事风波和梁振英 UGL收5000万案件这些东西 这几样的口头动议和质询 其实都是大家很关注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们去留会 你们做不到 口头质询就做不到 你们怎样解释呢 这件事值得重点批评的 不是大公报、文汇报这类的党部 也不是披着所谓爱国、爱港、爱衣的建制派议员 而是香港人这种非理性的盲目、外国精神和偽善 原来呢 大家要知道 原来这份盲目和偽善 在基督徒的身上 是一样会发生的 大家都应该会记得 耶稣时代的法利塞人 基本上他们是称为律法专家 他们主要做的事是在圣殿里面负责教受律法 不过福音书已经多次记载耶稣批评法利塞人 是反式凡母、假母为善和核眼的人 耶稣的讲论只想指出法利塞人的盲点 其中一样是他们是拘离于律法里面的细节 他们只是死守律法 不懂得分轻重 举个例子就是 耶稣和法利塞人就着安息日的问题的冲突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九至十四节 当时也是安息日的时候 耶稣在圣殿里治愈了一个 右手枯光了的人 当时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当时以犹太律法来说 犯安息日是犯四罪的 耶稣在第十一节 因为安息日就不可以做事 对 不可以做事 如果按法利塞人的一种标准来看 耶稣这样做已经犯了安息日 但在第十二章十一节里 耶稣的回应很有智慧 他就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 当安息日的时候跌到坑里面 不把他拉上来 这里指出他们的问题 他们只顾着守安息日 他们就不看到安息日的背后的精神 就是背后安息的精神 这里其中一个冲突 在马太福音23章23至24节 耶稣说得更清楚 他批评匹利塞人 公义、怜悯、信实 那些更重要的事情 他们不去做 他们只着重在要献上十分之一的制 献薄河、回香那些东西 没错 当然在旧约里面 有提过献十分一 但耶稣在新约 这里指出内心的意 比外表的意更加重要 也表明了一件事 就是神很痛恨法利塞人的一种偽善 最后在这里也想带出几点的总结 第一 我们要向梁众衡和尤惠正两位钉石头 实在太容易了 基督徒不能因为亲中派的示意挑动民族受向而跌入陷阱 他们的誓言是有侮辱的成分 但不代表我们要开动一个国家的机器去追杀他们两个 而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 基督徒最终要负责的对象是神 不是共产党 也不是梁振英 将来我们死后的审判 是我们去到基督的台前 不论是善、是恶 神会一件一件事去审问我们 第三 我们需要去认清我们 认清爱国是不等于爱共产党的 其实他们建制派一直都是爱共产党 这种爱国很明显是假的爱国 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是很狹窄的 这种狹窄的民族主义思想会导致有很多东西分不了是非黑白 另外我也想说的就是政客去利用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去攻击那些政敌其实是很不要得的行为来的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个人外不爱国的嘛 他是很个人的主观选择来的嘛 我们没有办法去客观地去定下一个标准 什么叫爱国的嘛 其实中国人身体也是很诚实的 每一年三四月份他们都日本在櫻花节 根据日本政府官官局发表了一份数据显示 在三月份去日本的游客里面 中国大学旅游客的人次是去到四十九万八千 即是接近五十万人次去日本看櫻花 去日本看櫻花 人均消费超过两万元 如果有五十万人去日本去计算的话 总花费的数目是超过一百亿 真的很多 如果所谓的国仇加恒真的那么紧要的话 为什么他们要那么热冲去这个曾经二战时期侵略中国的日本呢 在日本人的里格里面呢 他们这组都有一个词语叫做爆买 什么叫爆买呢 就是他们早前去日本这个地方去买厕所板 去买电饭煲 甚至买安全套 日用品等等 我曾经看过那些报道都挺夸张的 他们买厕所板基本上是几十个几十个买的 他们买到基本上一间店铺 其实没有货费清费 前段时间还有单偷厕所板 是啊 是呀 因为我看回为什么他们这么热冲去看厕所板呢 因为原来日本製造的厕所板功能都挺多 对于中国製造的厕所板他们没什么信心 是会爆炸的 是呀 是上色来的 是啊 但是后来我再看回一些报道的时候 原来那些所谓日本製日本卖的货品 其实都是中国製造的 也挺讽刺的 很讽刺 去到日本也买了各货 是啊 最后也想带出一件事就是 抗争是需要持续 不是一时之间 三黑做得成的 今次他们两位选择了用这种方式去宣誓 那么他们下次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宣誓呢 我记得看回报道 梁仲恒已经说明了 保住意识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说他们可能他们下次下次的宣誓的时候 重新宣誓的时候 他们就未必用这个方法去宣誓 这也反映了他们这种做法是否真的最好呢 是否真的那么值得去大家不断地去发酵呢 其实后日宣誓得很小都成问题 你说到发酵的时候 我可能也很想说一说 是 其实整件事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香港人无知 无知真是一种福气 没错 因为今次我们看这件事 我说普通的香港人 他看这件事的时候 就会把焦点放在所谓 欲不欲华 说什么叫爱国 甚至刚才都说 留了个点 应该说就是三权分立 因为我看到 咦不是啊 特首办 联同这个律政司 向这个法院去入品 做一个司法覆核 上去禁制你 其实你是行政干预了这个立法 然后也有一个议题 就是说 其实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立的 现在正在争吵这一件事 无论是说一些娱论 甚至挺好涂的 刚才我读过 秦院长的一些文章 大家都会把焦点放下去 就是说 今次的事件里 就是牵涉到 是不是欲华呢 这个是否一个欲华的表现 或者究竟是否一个 所谓三权分立 或者现在是行政 在对立法干预感 但是我为什么说是一个 香港人无知是是福呢 其实你问我的时候 我想说 其实今次是一个权斗 是说共产党的权斗 而香港人很少 从这个角度去看 包括一份《成报》 我想可能不太多人会看《成报》 但我想说 在今次事件当中 《成报》 或者一些 某一些 披露中国一些消息 那类的报章 反而他们看这件事 是看得最清晰的 我们说的是 由今天开始 中共就会开出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 在说的 将会去决定 下一年 就是中共的十九大 整个换班的情况 是 其实如果你有追开消息 你会知道 其实现在 共产党的高层 是一个很激烈的权斗 在每个不同的方面 都是有一个所谓的斗争 而很不幸地 其实今次香港 就被捲入了这种斗争当中 是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今次整个宣誓的风波 由特首联同律政司去做一个入品 而所有三十几四十个立法会的建制派的议员 是一起配合做这种流会 再加上大公文会 每天几十版的广告 声明 他说不行 梁伟珍 梁伟珍 梁曹仁 梁曹仁 很离谱 是 你想想 这么多方面要配合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再高一点的机构 或者一个组织 是做不到这样的 是 我刚才数的那些 你想想 就算特首也没有这样的权 是 你是想像到 有些来自更高的权力机构 去指挥 去下一个命令 才能做到这样的效果 而在说那样东西 只不过就是 咦 有两个议员 在立法会宣誓的时候 说了一些很小学习的东西 什么refracking 那些 其实没有什么 整件事 是没有什么 我想说的 是 但是要做到这样的效果 只不过是要搞到一些混乱 就是 人们觉得现在很混乱 而作为一个 他们可能是共产党 现在的斗争当中 将我们做了一个旗子 而已 不过 因为香港人以往是很少 懂得由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 大家就会转进去一个角度 就是说 对啊 是欲华 支拿 支拿是一个欲华吗 支拿不是欲华 以前是翻载的 或者转进去一个 位置 就是说 现在行政和立法 究竟是否三权分立 当然刚才所说的不是错的 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一个 更加高的层次去看的时候 你会对于整件事 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所以对于这件事 其实我是不会多过的 因为等这个六中全会 开完会之后 大家多点去留意到时 那个局势会是怎么样 但是在这件事上面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 其实从第一节 看到同一样东西就是说 当这个香港人 无论是我们的议会 或者我们的基督教的机构 如果你甘愿和这个政权 同流合污 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的时候 是真的很骯髒 用回到林子健的说法 就是说 这个是很骯髒 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让我们不要受到这些政治斗争 我们能够是一种独立 忠于我们的上帝 就是我们效忠的对象 不是共产党的高层 也不是国家 我们效忠的对象 始终都是我们的上帝 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一件事 我们最后一起有个祈祷 创造天地的上主 我们今天也是 看到香港的情况 我们也是非常之忧心的 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教会 所以甘愿为了这十直 去出卖自己 去和这个政权同流合污 放弃了在这个社会作光作炎的一个角色 我们看到这个抽签 是一个假的抽签 是一场的闹剧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目 我们的信徒 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真的能够懂得如何靠着圣经 那种作光作义和行公义 好联敏 我们也能够去效责 而对于今天香港的乱象 我们也只能够去盼望上帝 你为我们开一条的路 让我们能够去坚持 让我们能够去见到这个出路 我们简单而不完全地讨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盛名字而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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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